在有可疑包裹的阿联酋航班当地时间29号下午安全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 来看记者的报道 由北美防空司令部派出的两架美国F-15战斗机在该航班进入美国领空后 及全程护航直至航班安全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表示 这架由迪拜起飞的阿联酋航班在肯尼迪机场将进行严格的检查 此次护航是出于安全考虑防范潜在的恐怖威胁 因为该航班载有来自野门的货物 美国总统奥巴马29号在白宫发表讲话说 在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截获的可疑邮包内有爆炸物 构成针对美国的恐怖威胁 他表示美国将和邮包来源地野门政府加强合作 摧毁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